近年来 黄金投资越来越受到大众的青睐 由于黄金同时具有商品货币金融三大属性 不仅保值还是对抗通胀的有利武器 特别是在金融市场波动较大 和政治冲突同时存在的情况下 黄金投资更成为了当下的热门话题 那么金价到底因何而变呢 今天 我们主要来分析 两个影响金价的重要的宏观因素 分别是风险与不确定性和央行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独家解读 众所周知 因黄金具有良好的变现性和安全性 使其成为最有效的避险工具之一 经济动荡时 由于黄金具有天然的货币属性 投资者们会抢购黄金避险 例如 2008年经济危机金价持续上涨 在2011年达到了1920的高位 又如 由于疫情 全球的不确定性大增 金价在2020年8月再创高点到2075 同时 政治局势动荡时 黄金价格也会出现上涨 大炮异想黄金万两 例如 今年年初俄乌冲突爆发 黄金经历了一波上涨 但地缘冲突带来的影响往往持续性不长 特别是局部的冲突可控 市场吸大之后 黄金价格会进行调整 而当地缘政治的影响逐渐退去后 黄金的走势更受到利率的影响 黄金属于无稽资产 持有黄金并不会产生任何的利息 当我们选择持有黄金时 相当于放弃了持有债券股票 所可能获得的利息 简单来说 利率是投资黄金的机会成本 因此一般情况下 黄金价格和利率水平呈反相关 因此美联储的加息使美债10年真实利率大幅上升 对金价造成了下行压力 另一方面美联储的持续加息使美元升值 而黄金是以美元计价的 因此当美元上涨时 黄金相对美元贬值 同时美元与黄金均具有避嫌属性 美元上涨又会一定程度上 削弱黄金的保值地位 因此美元水平和黄金价格也呈负相关 除了以上两点影响金价的宏观因素 包括经济方面的工具关系等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与我们联系 获得更多的资讯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如果想要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心里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2-9188-0418 喜欢我们的内容记得点赞收藏 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